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近来频频传出台湾人到当地被人蛇集团诈骗射险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再红中央要求总统蔡英文正视人民生活困境 说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怎么想去柬埔寨偷经 而柯皮今天接受了三三会邀请进行企业演讲 更针对了先前警政署派远警到机场举牌提醒 弄轰无言根本太好笑 林伯峰理事长刚刚说你执行力了 三三会邀请柯文哲来演讲 柯皮再争取企业结想挺 理事长林伯峰公开肯定柯文哲执政 政府的支出的严控管制 柯市长是做到最好 柯市长执政的能力防止贪腐的力度 我们给予高度评价 柯峰理事长大力称赞 低调必谈产业演讲 但柬埔寨诈骗台湾人风暴越来越严重 柯文哲脸书再轰中央 说台湾人被骗去外国领虐性侵 这是蔡政府的幸福台湾吗 人民被囚禁 政府只要警察在机场举牌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 谁想去柬埔寨掏金 要总统正视人民困境 别让国民沦为刀主下的鱼肉 不高兴的是 怎么会是警政署长到机场 然后看警察举牌 这哪一门值得 你说生气 人家生气还不如说 那无言 太好笑了嘛 怎么会是国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尤其先前警政署长机场视察 派出援警举牌 提醒出国人民 对比国内慈善团体营救行为 柯文哲获利全开 短中长期嘛 紧急救援怎么做 那都不好意思讲 实际都买到疫苗了 怎么台湾政府买不到疫苗 首都市长公开再呛 执政党毕竟柬埔寨在营救台湾人 和时间赛跑 恐怕刻不容缓 接下来我们讲高子谣台湾报道